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份悄然卸下 一波王炸不负众望成就了街舞精神的传递 伴随着街三的完美落幕 王一博在这个夏天作为王队长的身份 需要跟各位说一声赞别了 带着这份荣耀的王一博即将开启新的征程 这次我们的85号骑手正式回归了 10月6号到7号即将开启的诸海ZIC的摩托车赛 这对于王一博而言完完全全是独自一人的征程 属于一人的荣誉之战 但是更多的还是这个热血追风少年 驰骋将场的一次大卷 试问仅有两天的准备 85号骑手纯属罗考吗 不过有很多的网友也是带着很大的疑惑 毕竟王一博在3号还在上海录制 这就是街舞总决赛 4号凌晨才冠军诞生 赛后还有庆功宴 也就意味着彻夜未眠 一早就赶飞机到珠海 这么密集的行程 基本上没有时间来备战 粉丝更是直呼心疼啊 到底王一博准备的如何 相信很多网友相当关心这个问题 毕竟行程这一般的匆忙 对此王一博的摩托车师傅李正鹏 给出了一个相对最真实的反馈 首先王一博的师傅 带我们看了亚马哈车队 P房里面的85号赛车 李正鹏说王一博是早上倒的 下午出了两节车 已经接近去年最快的圈速 对此小伙伴是不是心里有些许的安危了呢 各种的担心估计也算是放了下来 无论结果如何 愿王一博赛道平安是最重要的 今年对于王一博而言 差不多已经忙的是一年没有骑车了 这个成绩李正鹏都觉得他特别特别棒 马上就要正式比赛了 裸考的小王同学名字是次要 首要的是赛道平安 希望你能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吧 摩托车手对于王一博 人生不可或缺的靓丽风景线 相信很多粉丝也在线观看了 王一博练车的场景 赛车对于王一博而言 不仅仅是热爱 更多的是改变了王一博 把他内在的那团火释放了出来 让他身心能够随风而一泻痛快 汪涵曾经在节目中问王一博 可能是认真的做一名赛车手吧 由此可见 王一博对摩托车的钟爱程度 能够把喜爱的赛车手挂在嘴边 可以随处安利科普自己的大摩托 聊到摩托车完全就换了一副面孔 颠覆以往的形象 热爱跟执着 足够改变一个人的选择 既然王一博选择做一名职业赛车手 我们更多的重点就应该是 验在赛场上看到他闪闪发光了一刻 任何的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任何的热爱都会化为动力 让他乘风破浪 克服一切困难 披荆斩击而来 825号起手整装待发 加满足够的能量 也要带着金五的能量 开启这一趟全新的赛道模式 期待你再次超越自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